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DES的你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生宝宝前要准备哪些东西 我们上期讲了一期关于生宝宝前我们要准备的一些东西 但是上次我们有一些没有拍到的 那今天给大家补上 首先我们给宝宝了准备一个奶瓶 这个奶瓶是NUK的 这个是我跟我老公买给宝宝的 这个牌子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里面的它的好处就是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奶瓶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就是里边它没有那个管 然后就是放奶粉什么的比较方便嘛 好晃还好洗 而且它这个是有多少毫升的 有字的字幕的 然后也很好看 我觉得蛮漂亮的 然后就选了这一款 这个一盒里面是有三个 因为宝宝小时候的奶瓶要经常换 给一段时间要换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一款呢 这个是朋友送的 然后这个牌子也非常好 它是里面是带这个一个长的管的 它里面就是它可以搅奶粉嘛 这个是六个一盒啊 我们现在宝宝已经有九个小瓶了 奶瓶了 还有就是这个 我们给宝宝的准备的这个图书啊 我老公给他选的 这就是教他学习啊 这个都是英文的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但是美国小孩小时候他都会学一些 都会自然就会一些英文的 就像我们讲中文一样 就是很自然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小孩的 就是补充头脑的吧 学习的一些卡通的图片呀 它上面有英文字的 这个也蛮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动物类别的 这个我也看不太懂啊 就是到时候我老公会讲给宝宝听的 因为他是用英文的 我也可以学一点 然后我们还给宝宝准备了一个 这个你看带音乐的 换一个音乐 换一个音乐 就是每一次按一次他换不同的音乐 我们再换一个 宝宝听了这个就很容易就睡觉了睡着了 这是宝宝用睡觉的时候 其实他就拿着这个也挺可爱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宝宝用的沐浴露 这个是洗头发和洗发水的 就是强生的这个牌子 就是一个老牌子 这个很多宝宝都喜欢用这个牌子 然后呢 它是洗发水 也可以做沐浴露 洗护一体的 这个因为它是压蹦的嘛 你用的时候一挤挤一点就好了 而且宝宝洗头发洗澡的时候 不用太多 用一点点就行了 他多摸的话 他身上也会不舒服嘛 痒痒的 那用少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个挺实用的 没什么味道 还有就是宝宝的这个 类似于它就是爽身粉 就是宝宝洗完澡之后 你就把它擦在屁股上面 或者是腋下也可以 这个应该是有个眼的 是上面倒的 因为小瓶呢 拿着比较方便嘛 要出去玩什么的 还有就是我们给宝宝买了一个玩具啊 之前买的那些玩具 就不介绍了 这个是后面添加的 就是给它挂在上面 它可能刚开始只会看嘛 它还不会玩是吧 然后就给它挂在床的两边吧 挂高一点宝宝能看到的地方 也挺可爱的 小宝宝小的时候 它也不会玩啥就 就随便看看 还有就是宝宝的体温计 这个就是试水温的 比如说宝宝洗澡的时候 你想给宝宝的水温放多少度 然后它一测就测出来 它也可以测体温 测体温也是一样的 可以测出来多少度 然后就是给宝宝买了一个小背 这个背是比较有 稍微有一点点厚的 因为宝宝是夏天出生嘛 但是有的时候早晚会比较凉 或者是刚入秋的时候也可以用 这小背挺好看的呢 两面的两个颜色 还有就是给它买了一个薄一点的小摊 这个是浅蓝色的 这个颜色也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就是带出去玩就车里啊 给它盖一下铺一下都可以 包着也可以 这个是朋友送的 这个就是稍微薄一点的 这个也是宝宝的小套 这种的 其实还有更薄一点的 这个就是最薄的了 最薄的这个就是宝宝刚出生之后薄的 这个很薄 超级薄 或者是它也可以把它叠起来到枕头 薄薄的 因为像小宝宝出生 你也不用给它震枕头 就是给它用这种的薄薄的布 就这么一叠就是一个小枕头 这个我们买了也好多 就是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 还给宝宝准备了一套夏天的小衣服 这个蛮好看的我觉得 这是夏天穿的 这个是小裤 然后它出生的时候 我上次展示了一套蓝色的 这个黄色的也可以啊 这个黄色的就是出生的时候穿的 脸体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围巾 防止它秃奶什么的 我也脖子上的 这个是手套 就是怕它指甲再刮到脸什么的 但是不戴手套也行 这个袜子就是比较好穿 因为它刚出生的话 也不能穿太紧的 这个也蛮好看的 然后最后就是给宝宝买了一个奶包 蒸奶的 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前面有三个格看一下 这个就是蒸奶瓶的 把奶瓶装里面看一下 这个就是给宝宝装奶瓶的 它有三个格 因为你还要装奶瓶 还要装水瓶 因为你要带一点奶粉出去玩的时候 或者逛街的时候 带一点奶粉 带一个水瓶 喝完的时候再给它冲奶 反正三个格是够了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格 这个可以给宝宝装一个擦嘴的毛巾什么的 然后这里边 这里边还有好多格 就是可以给宝宝装东西的 就是宝宝用的一个奶包 这个后边你看 它是可以双肩背包 就是爸爸妈妈带他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背着 还可以拎着 还可以放车上 这个还有一个小的小格 里边你可以给宝宝装一点衣服啊 小袋啊都能装一下 这个格挺多挺实用的呢 这个外面还有一个格 就比较放一些常用的好拿的东西 这个两边两边这个 这个都可以放水杯 放奶瓶也可以 如果常喝的是放外面 里边小宝我应该放里面 这个外面还有一个格 都是给宝宝放东西的 现在宝宝真是好幸福啊 好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吧 你们就是如果家里有新宝宝刚出生的话 可以按照这些去准备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需求 或者是每个宝宝 和爸爸妈妈给准备的东西也不一样 但大致的话就这些 你们有什么想留言的补充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哟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The last part of tomorrow 所以你支付的越少 你节省的越多 我们下次见 拜拜